接下來產生的氣體是氧氣 酸氧水用二氧化母當水化劑會分解會產生氧氣 氧化孔受熱就有講過學測跑過內體 氧化孔受熱會產生氧氣 還有孔就是那個福利斯均做的實驗 ok 然後呢電血水 剛才講的是負極產物 現在正極產物會產生的濕氧 所以電血水的正極產物負極產物 它會背 這我們前面講過了 然後呢碳微電極的電解瘤酸酮 電解瘤酸酮有兩個 是一個是以碳微電極 一個是以酮微電極 兩個都要記住誰在正深層誰在負深層 用碳磅微電極的暗同正極會產生的氧氧 然後負極不管用誰當面都產生都是酮 這個是要記住的事情 可是我們剛剛跟你講過你要背 二氧化碳這個是酸的通信的第二個重點 叫做碳酸鹽加C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這裡就寫的就是當初製造二氧化碳的方法 大理石貝殼就是碳酸幹加CN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兩個酸的通信都請你背好 一個叫做活性大的金屬加C酸會產生氫氣 一個叫做碳酸鹽加C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然後呢這個都受熱分解都會產生二氧化碳 這兩個都重要 尤其是碳酸菁納受熱分解是更重要 因為這個是它跟碳酸菁納的分別 碳酸菁納跟碳酸菁納長得很像 顏色一樣都是弱減 很多都反應都一樣 就這個不一樣 碳酸菁納受熱會分解 碳酸菁納受熱不會分解 所以這要重點要記住 它會產生二氧化碳 然後葡萄糖變酒精 這個發酵變酒精 正在有機化物裡面膠的 做成酒 OK 然後有機物的燃燒 因為有機物呢都有碳 所以碳燒就變成二氧化碳 所以蠟燭啦酒精啊燃燒都會產生二氧化碳 一樣 這次在當初那個給各位的護血 殘餘都有血 就幫你做過整理 好 氧化碳凍熱 這是當初一個實驗 證明這個有機物裡面有沒有氫啊 有沒有碳啊 你記得嗎 好 用式結液化癢 不結液喝水 油燃燒會產生二氧化碳 好 好 油帶油沙拉加原酸 有二氧化碳 我看過有人考過後面這個方程式 產生二氧化碳 但是很少 很少人問他有二氧化碳 大部分都是問他產生流程電 大部分都是問他產生流程電 所以記一下 OK 那麼鞍就是哈佛法治鞍 哈佛法治鞍 重點是要用鐵粉當水化劑 重點是要用鐵粉當水化劑 大概高溫高壓下用鐵粉當水化劑 然後呢 氮氧化物 當鞋對照比照的 一個是銅加濃瓊酸 一個是銅加錫瓊酸 一個是銅加錫瓊酸 一個產生二氧化碳 一個產生氮氮氮 二氧化碳有顏色 一氧化碳沒有顏色 顏色要背 這跟我們後面 要教什麼反應數量的時候 有的二氧化碳有顏色 OK 記得 方程式 整個氮氧氨是不用特別背 整個方程式 不用特別背 產物進度就可以了 產生二氧化碳 產生雅汗就記住看 顏色背就可以了 這次以前教過的濃硝酸見光時 碰到光會分解 所以告訴大家放在棕色皮裡面 放在棕色皮裡面 免他受光會分解 受光會分解 OK 顏色的變化 就是剛剛講過你要背的 油三桶 油水 油三桶 跟無水 油三桶 沒有水是白色 有水是藍色 還有一個叫做綠化雅菇 沒有水是藍色 有水是粉紅色 有顏色 這個是顏色的變化 然後氧化銅 氧化銅黑的 就是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銅不會燃燒 然後會產生氧化銅 然後北戴會產生白色氧化銘 然後新銅電池放電的時候 顏色會變大 因為銅離子會變成銅生成出來 碳冒定的硫酸銅也一樣會變大 那也是因為銅離子變成銅生出來 沒有什麼出來 OK 另外一個重點要背就是這個顏色要背 直擊顏色要背 國中基本上就考石而已跟分炭 然後偶爾會考廣用 我講過分紅基本上沒考過 但是你還把它背下來 然後廣用的中性是綠色的 廣用中性是綠色的 這個顏色是要背好 然後什麼 金屬氧化物溶於水層碱性 我講過沒有人直接考碱性 都是考那個紫日記變色 然後誰能夠使紅色變藍 使藍色變紅 所以你要把顏色背好 知道什麼顏色是什麼性 就是跟你講說化學變化 會產生氣體 會產生沉澱 會有一些顏色的改變 看到這些事情你就知道 有化學反應發生 OK